請揭牌 正式掛牌的數位發展部被質疑 112年度預算高達217億 公務預算佔57億 包含人事費7.2億 跟辦公室7000萬 還有32億部會移撥 另外160億 則是前瞻特別預算 更扯的是六個司 兩個數元額600人 竟然有一半都是約聘 藍軍炮紅 難不成是要養網軍 只要覺得他可以就可以進去 那我怎麼知道你不是養網軍呢 特別的是有人發現 數位部政務次長李懷仁 過去曾任行政院院長是顧問 跟副院長是主任 網路就是他的專長 同時他也是蘇貞昌愛將 而過去政院就曾發生過騷編 在立院制梗圖被抓包 李懷仁當政院副院長是主任時 還被媒體踢爆 在疫情中心記者會直播留言 扯出帶風向霸凌記者的風波 現在還能跑去數位部 當大官分管策略產業 跟帶有懸念的民主 這是蘇貞昌院長的人馬 也是幫蘇貞昌網路的側翼人馬 大啦啦的利用數位發展部 讓網軍正式進入 變成一個數位東廠 不是沒有道理的 佩服度比較高的嘛 那過去是什麼的 可能他就無所謂 反正就是自己的打手 可以比較主導 一個是小英馬 一個是蘇貞昌 然後就塞人 那他就是把這個側翼納入 NCC眼裡數位中介法 充滿爭議喊咖 政府打著數位發展旗幟 還要打造智慧島嶼 用錢用人又暴受質疑 百姓就怕背後 還幫著推動前置言論自由 暗藏網軍的聲音 記者台北綜合報導 我們要科普一下喔 水神跟病毒呢 還有細菌在打架的時候 會變成什麼 變成水 沒有殘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個百字千次 其實也不會傷到你的皮膚 那家裡有小孩的孕婦 都可以很適用 哪裡買得到水神生成機 請上快點GO 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就會有折扣喔